各位好 这里是凤凰大事业 林彪事件之后 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 而周恩来积极开展纠组 恢复被文化大革命扰乱了的社会秩序 国内形势开始趋稳 在对外的工作上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也是周恩来一手安排的 周恩来的个人威望似乎也达到了顶峰 但高处不胜寒 周恩来很快发现等待他的是江青等人的频频发难 1960年 中国与苏联关系急剧恶化 并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 1972年 尼克松访华 世界为之震惊 国内外纷纷猜测中国领导人与尼克松此次会谈的相关内容 在中国保持的一贯尖默下 美国官员纷纷发表谈话 认为尼克松访华是双方牺牲好的 美国将会成为中国的战略盟友 共同遏制苏联 就是在斯大林在1954年去世之后 中树之间产生了很明显的风气 然后这个风气从最初的一条裂缝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一直到过来发展到文化团队 在珍宝岛还打了一仗 美国正是看到这一点 所以拉了中国 所以拍了几箱和英文 实际上它这里有它的目的 它的目的一方面就是说 用苏联这个军事威胁 来对中国进行恐吓 就是说你不要觉得 你在三个世界的 三足鼎立的状况下 你能够中国能够保持 既反美又反苏的这么一种不叹 实际上说 你有很大的危险 美国也能帮你 然而时隔不久 1973年6月 美国总统尼克松 与苏共总书记 伯利利涅夫又举行的会谈 双方达成了 关于防止核战争协议的 13项文件 对于美苏的此次会谈 周恩来指示外交部 相关人员进行讨论 并最终形成了一片 对尼克松和利利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 发表在1973年6月28日 外交部内部刊物 新情况第153期上 文章认为 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的协定 共同主宰世界的气氛 更浓了 这个报告大概是在6月份 送到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以后很不满意 毛泽东的分析认为 这完全是错的 说美苏勾接对付中国 说不可能 他认为 美国跟苏联势军力敌 他们之间是最重要的对手 中国应该利用他们之间这种对抗 这样 就毛泽东对新情况提出批评 实际上也是对周恩来的赞成新情况的 那个见解提出了批评 那会儿中国经济实力啊 科技啊 军事啊 那和美国力量呢 差太远了 差就非常之大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我也不能沦为 你美国的战略上的小伙计 我们是战略上的盟友关系 但是这种盟友 平等的 这是中国未来的前途 假如中国就沦为美国的小伙计 比方说像日本了 对不起 当你中国力量成长起来了 像日本一样 成为经济上成为世界第二大国了 对不起 你在政治上 你在军事上 你在战略上 始终在美国的控制之下 这就是日本的悲剧 中国不能走日本 1973年7月4日 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 与王洪文张春桥进行了一次谈话 对周恩来分管的外交部提出批评 起草中共十大报告的张春桥 根据毛泽东的这次谈话精神 写了批评周恩来的这样一段话 应当强调指出 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小事 而不注意大事 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不改变 势必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 毛泽东又指示中央政治局开会 专题帮助周恩来 有人说小题大做 是不是小题大做呢 不是 题目绝不小 文章做得有点大了 为什么呢 从来那个错误的 我爸自己说 哎呀那总理的错误 那一点点啊 就一点点 刚冒了一点点尖 毛泽东没有时间了 没有时间了 到晚年了 因此 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 他要通过这么一点点事 做大一点 对他个人来讲 是最困难的一个人 从十一月下旬 一直开队 一直开到十二月上旬 所有的政治局委员 都参与 有的是 像江青啊 像张清乔啊 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来扣帽打棍子 有的呢 是大家伦的发言 我不批也不行 是吧 所以周文来的一生中间呢 在这个时候呢 人家说呢 他承受压力是最大的 什么意思呢 告诉全大 给你产生个印象 你中国人搞外交 记住了 中美战略关系 绝对不能把中国人 搞成美国人的小伙计 而这就是极星哥的意图 极星哥想这样呢 他在周文来那试了试 周文来就是没有顶回去 知道吗 他以为他得手了 他跑着毛泽东去试试 叫毛泽东一听 味儿不对 把极星哥吓坏了 吓了嘛 八个月不敢来中国 极星哥后来在回忆录中 这样写道 我们开始明白 在这次访问中 为中国外交政策 规定官方路线的 并不是周恩来 他的地位 已经远在毛主席之下 邦州会议开到 12月中旬的时候 已完全被江青 姚文元 张春桥 做把持 江青甚至认为 这是继林彪之后的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其目的是 想将周恩来置于死地 会议期间 他要求增补他和姚文元 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 反映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当然犀利很明白 是吧 江青这个人呢 他从来呢 他就讲江青这个人 是眼高手低 你想做的事情呢 能够看到天上去 你实际上 你的能力呢 是非常差的 说你怎么能取代 周恩来管外交 管经济呢 不可能的 应该说 毛泽东还对周恩来 一直是 那有没有错批评 那毛泽东基本 对军兰自己 感觉的态度 毛泽东也知道 就是这个中国离不了 江青 张春桥等人 欲将周恩来置于死地的言行 使得周恩来的健康状况 急剧恶化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周恩来仍然要继续日常工作和外事活动 他的疲倦和痛苦 被细心的日本人发现了 刚起家平泰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总理销售 显得疲倦 还有些回忆 当时这帮助回忆期间 周恩来每次回忆结束之后 是孤零林的一个人离开会场 不像过去一样 大家都跟他打招呼 周恩来 没有人跟周恩来打招呼 那些平常都是战友和同志的人 都见目无声 甚至有意地躲了他 所以呢 批诸回忆肯定是 肯定是一场非常严肃的 非常激烈的一次回忆 这也是现在 我们在研究周恩来的时候 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也是在研究周恩来 和毛泽东关系的时候 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但是呢 毛泽东并不希望 通过这次会议把周恩来打倒 对于这次帮州会议 毛泽东认为 一方面强化了中国联美反苏的决策 另一方面又告诫全党 要警惕美国利用苏联打中国牌 和控制中国的图谋 因而强调反对投降主义 后来毛泽东在会见钢比亚总统贾瓦拉时说 美国人想卖伞给我们 送给我们保护伞 我们说非常感谢 我们不要 在会见外宾的时候呢 周恩来呢 陪同外宾来见毛泽东 毛泽东笑的 对周恩来说 怎么样啊 会整得不亦乐乎啊 周恩来说 还好还好 说我刚才下汽车的时候 我还在想 常常抓了小事 罢我大事 对毛泽东还是在继续检讨 毛泽东就说 这件事情呢 就到此为止 所以周恩来的这个工作人员呢 在大厅里边呢 听到了这个消息呢 非常的高兴 就说周恩来呢 不会被打倒了 1972年 中美发表联合公报之后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开始解冻 1973年 在周恩来主持之下 中国启动了规模庞大的 对外引进项目 四三方案 然而这也给江青等人 攻击周恩来 留下了口识 1973年1月5日 在周恩来的支持下 国家纪委向国务院 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 图打经济进口的请示报告 报告建议 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的时刻 在今后三五年内 引进成套设备 其中包括 13套大化肥 4套大化鲜 3套石油化工等项目 这些项目大约要花费43亿美元 所以叫做四三方案 毛泽东批准了这一方案 我们过去对外开放的肯定是 西方经济分锁之中 中国委员会是巴黎统筹委员会 各种各样的条款限制最严厉的 也就是说 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共党国家 实行的禁运政策 对中国的政策是最严厉的 这都是美国人带头搞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 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 中断经济援助 中国和苏联东欧的经济贸易交往 急剧下降 在受到西方经济封锁 和与苏联东欧关系 破裂的情况下 公立状态的中国 经济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我们每年只能给老百姓 给大家每个人只能发七尺步票 七尺是什么概念 七尺步只能做一条裤子 就是压在国务院领导的心头的一块石头 他们就反复的算 说如果我们棉田要增加产量 怎么怎么样 算来算去 说也只能给大家添一条裤肠 所以就要用工业的方法来解决 穿衣的问题 我们的人口不断增长 可是棉花产量老是得不到提高 所以国务院经常为了棉花的话 产量提高 不断地开会议 因为棉花产量提不高 老百姓的穿衣就解决不了 转机最终出现在1972年 为了从越南泥潭中挣脱出来 联中抗苏 美国总统尼克松打破美国的外交惯例 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一个与美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中国 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一致 随后尼克松签署了行政命令 解除对中国的贸易禁令 西方的大门打开了 贸易 投资 引进先进设备啊 技术啊 通了 这个消息传开以后啊 这个各个部都非常有积极性 都要改变自己就是六年以来 没有发展 而且下降的 这么一个趋势 是吧 深深要求 我们也要引进 我们也要引进 尼克松还没来呢 也得一些小喽喽一看 那么你带头就去了 那我们 我们还有啥顾虑呢 所以整个西方的大门一会儿 四三方案的批准实施 带动了对外引进工作的全面发展 从1972年起 中国的外贸 金融 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经济领域 出现了一个建国以来 对外引进技术设备 开展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然后这个规模 都搞得搞得扩大了 这儿便宜点 那儿便宜点 这个项目又不够 这个钱又不够 最后四三方案实际 不是 一开始定了四十来一百 这些设备 成为这个计划 执行的结果六七十个亿 然而此时却发生了一个蜗牛事件 1973年11月23日 四机部派出十二人前往美国 进行实地考察 参观了生产波壳技术的康宁公司 在中方考察组归果之际 康宁公司赠送给中方人员 每人一份工艺精致的玻璃蜗牛小礼品 就是这盒玻璃蜗牛 在中国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江青对美国人送蜗牛礼品一事 大发雷霆 称这是美国在污蔑中国 搞爬行主义 蜗牛事件成为江青 向周恩来施压的又一个势力 1973年6月9号 周恩来陪同外宾回到了延安 从1947年离开延安之后 26年来 这是他第一次重新回到这里 故人难忘 他请当年的老邻居杨不浩吃饭 看着老邻居大口大口地吃着香喷喷的米饭 周恩来很内疚地说 我们在中央对延安的工作关照不够 接着他又提出延安三年改变面貌 五年粮食翻一翻的期望 当听到地方负责人肯定的回答的时候 他一下子站了起来 伸出手和地方负责人一一击掌 周恩来非常动情地说 五年粮食翻一翻 只要我在世就一定来 而此时他已经知道 自己患有哀悼 1974年5月29日深夜 毛泽东结束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等人的交谈后 回过头来 看见了周恩来 刚才还笑容满面的毛泽东突然低下头来 忧伤深深地笼罩了整个书房 周恩来走上前去 紧紧握住了毛泽东的手 两个冒蝶老人就这样默默地相握了许久 当时的摄影记者 抓住了这个忧伤凝重的瞬间 谁都不会想到 这竟然是同舟共济近半个世纪的两位老者 最后握手的画面 早在两年前 就在周恩来费尽心思 解放大批老干部的时候 1972年5月 他被查出患有膀胱癌 此时当即被上报到毛泽东内里 是1972年5月份发现这类事件 历史早期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得了癌症 他是说 第一就是不要告诉周恩来 跟邓严超本人 第二就是说 不要动手术 第三就是要加强营养 毛泽东看到了 在周恩来之前 两个患癌症的领导人做了手术 背后没有多久都去世了 一个就是前两年的一月份去世的全益 然后呢 就是四月份去世的卸服制 两个这两位呢 都是副总理一级的 所以毛泽东认为呢 这个做手术这个做法呢 是不会成功的 1973年 1月13日凌晨 周恩来结束了连续 二十多个小时的案前工作 正准备休息时 值班的保健大夫突然听见 警卫秘书张树莹 变了声调的喊声 保健医生张所良 一跃而起 向门口奔去 只见警卫秘书张树莹 手里端着盛满鲜血的尿壶 看见这个触目惊心的颜色 张所良 日夜提心吊胆的事情 终于发生了 血尿 张树莹又连忙走进 周恩来总理的卧室 看见周总理 仰面躺在床上 双眼看着房顶 一声不吭 周恩来的保健大夫 周恩来的保健大夫 张周良写的回路 说毛泽东对于 他自己经常有病 他都不说 他想用身体的对抗 来教授他 就是通过自己的身体免疫力的提高 来战胜疾病 把后来教癌症去转移 其实说 如果是当时一发现在的事情 立即采取手术的话 可能就会把这个癌症 在当上来说 应该说把它切除掉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可以理解毛泽东 不要回来做手术的初衷 但是不得不说 这些事情也留下了一个遗憾 如果早一点做手术的话 我想周恩来应该还能够再坚持一些年 不管怎么样 就是后来就是这个吴杰平 中国命药科的这个院士 他说他当时是含着眼泪的 应该是很早期的一个癌症 当时如果是马上就采取 也不是很大的手术 就是用电的 刷伤那个癌的部位 就这么一小的 随时就可以解决 直到自己身患重病之后 周恩来更加珍惜自己的每一分钟 而此时 解放老干部 则是他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面对江青等人百般挑剔阻挠 周恩来没解放一位老干部 都煞费心思 而这其中最主要的人员调整 则是邓小平的付出问题 会上争论之激烈 时间之漫长 令人难以忍受 疲惫不堪的叶剑英 对此深有感触 他把这样的会议比作 当年红军长生中的 千罗斯过河 曾经十分形象含蓄地 做了一首名为过桥的大游诗 一批赴一批 过桥真费力 多谢千罗人 虚罗敢前敌 中外来的性格 是完全是鲁家 这是教育上来的 这样的性格 能够忍耐 所以人家都是说 在中国的领导人当中 就是有一个人 在那么多次的斗争当中 一直没有倒下去 这个人是谁 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应该说 他的教育 他的家庭出生 表现了他这样的一种性格 我换成另外一个人 完全不行 邓小平付出 对于江青 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大员来说 是不能容忍的 他们找出许多理由说明 邓小平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走资派 不同意邓小平一步到位 官赴原职 当时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马天水就说 邓小平同志原是刘等资产阶级司令部里 姚羽毛善的人物 邓小平出来工作 我可没有想到 在讨论时表示 我们对他不大放心 此时周恩来辞职并将不起 在倒下之前必须顽强支撑 送邓小平过桥 一番漫长的拉锯战之后 1973年3月9日 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汇报中央政治局讨论 恢复邓小平工作的情况 毛泽东非常以忠重来 他可以在文化大美国上 可以打到刘少奇 也可以打到邓小平 打到这个打到那个 刷到这么多的高级棒 可是唯独没有动作 因为他也知道 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周恩来的工作的经验 1973年3月10日 中央发出文件 决定邓小平付出 同日 周恩来来到玉泉山 做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 和电灼素治疗 此时此刻 他心情平静 神态从容 邓小平付出 已经签定画压 他最大的心事 已经了却 第二天 手术后的周恩来 心情爽朗 他起床要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 写报告给毛泽东 提出政治局认为 中央就邓小平付出 需要做出一个决定 一直发到 线团几个党委 以便各级党委 向党内外的群众来解释 毛泽东借到 周恩来呈上来的报告 当即批复说同意 周恩来在毛泽东批示之后 这才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假 要求在玉泉山 兵修两桌 感谢各位收看 凤凰大视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